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福子 谢白佩的圣庙 是个好方子 是吧 我义兄官和梦 师出名门 在江湖上 也算小有名气 人称 汝燕神针 他说的好方子 那必然是不差的 各位 莲花楼主人李神医 绝非浪得虚名 他是李神医 就是他呀 是 是 这位公子 乱编牌瞎在熬别人 可是要烂舌头的哦 看看 又来个片子 苏姑娘 上回你就打着 汝燕神针的名号忽悠人 这回这个又是不是真的呀 那便试试我的针袍 我 跟你开具玩笑而已 怎么还当真呢 鲁燕神针 久仰 你看啊 这 这么快就跑了 二位客官 点点什么 李大哥 今天想吃什么随便点 我请客 掌柜的 公子 我包下这间客栈的时候 跟你说什么来着 公子您说过的 这客栈里所有的客人 吃得住的都算到您的账头上 唯独强调一点 就是有个缩衣布包 腰间挂个蓝布袋子 有个叫李莲花的人 不准进店 不准 莫非客官是 我就是那个 不让入住的客人啊 还愣着干什么呢 赶紧庆桌 不是 方多病 你什么意思啊 李大哥怎么得罪你了 再说了 你搞得这么老死不相往来的 什么意思啊 错 本少爷不老也不想死 更没有与你的李大哥 老死不相往来 是你李大哥的问题 方小宝 你怎么跟李先生说话呢 李先生 我们家小孩不懂事 您可千万别见怪啊 小姨 你怎么在这儿啊 来啦 掌柜的 给李先生准备最好的客房和韭菜 好嘞好嘞 这就去 小姨 你怎么还帮她呢 她这个人表里不一出啊 反而 你 你别说了 赶紧跟我走 走去哪儿啊 走 女元花你给我等着啊 快走吧你 李大哥 你上次让我查的那个男英文 我已经查明白了 要不然 这里人多 我们出去走走